地方那时有件事发生了 一个四岁的小孩叫Jessica 跌了到井里 跌了到井里 妈妈立刻报警 报警后 结果叫警察 抗工 工程师 技工 医生 全部来到附近去救小孩 有些人开石的就开石 有些人想尽办法哄小孩 说话 让小孩不要睡着觉 跌了太害怕 睡着觉 开了路 叫他爬出来 也不会爬 所以很多人在电视机拍照 如何抢救小孩 电视机拍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好像很疲 但却是觉得 那些人很全力很合 很同心地想去救小孩 结果大概在两天之后 两天之后 工作人员就把Jessica 在井里抱出来 一抱出来的时候 大家欢呼 拍手 很开心 流眼泪 我觉得那个镜头很感动 但同一年 8月在中国大陆 四川成都的地方 有一个14岁的女学生 叫做张欣娟 她一时不小心 就跌到池塘里 和同学一起 当时有四个同学 那些同学就努力救她 大约有十多岁的小女孩 救她不成功 于是那些同学 就求身边周围的旁人 当时大概有五十多人 求他们 帮忙救女孩上来 有个人就问 如果我救了她 哪个给钱我 另一个就说 就算给二三百元 也不值得 结果那个女孩 知道吗 结果她浸死了 报导她浸死了 救人一命 可能有时 只是在于一个意念 之差 究竟为什么值不值得救呢 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价值 为什么Jessica 在这个德州的Jessica 整个市 全部出钱出力 出时间出精神 去救她 一个小生命 为什么这个张恩娟 连二百元三百元都不值 都没有人肯去救她 我们看生命的时候 怎么看呢 你发觉有时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都是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有时我们是用 如何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很多时候是看那个人 究竟的利用价值有多少 或者是看那个人的生产效率 就是那个人对我有没有用 或者他是做什么的 或者是看那个人有没有学位 有没有成就 有没有名誉 我们很多时候用这些东西 来去衡量一个人 和去看一个人 但是呢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只是视乎这些东西 就是当人好像一样东西 去衡量那样东西 或者那个人对我 的利用价值有多少 或者我怎么看它的话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 和很残酷的世界 要么就有利害关系 要么就毫无关系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 应该怎样呢 在圣经里面 应该怎样教导我们呢 神他自己 怎样的教导我们 去待人接物呢 今天我们继续看《雅各书》 继续看《雅各书》 我们一直都看《雅各书》 看到十月份了 《雅各书》 是一卷很实用的书 《雅各书》第二章 第一至到第八节 是神教我们 如何去待人接物的 是其中一段 《雅各书》第二章 第一至八节 《新约圣经》三八三十二 找到没有 找到我们一起读 好吗 预备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 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 尽你们的回堂去 又有一个窮人 穿着安装衣服 也尽去 你们就仲看那 穿华美衣服的人 说 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窮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的脚椅下面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摩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简选了世上的窮人摩 叫他们在信上附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 吸那些爱他之人的国摩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附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公堂去摩 你们不是世俗 你们所敬奉的尊名摩 经上记着说 要爱人如己 好 麻烦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一开始 雅各 通常我们写文章 就是第一句 第一段的第一句 通常就是那一段的总纲 主要是说什么 第一句就说 我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信奉我们的荣耀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干着外貌待人 在这里一开张明仪就说 不要按着外貌待人 那什么叫做按着外貌待人呢 这里讲到 不可以看着一个戴着金戒指 华美衣服的人 一进来会堂 即是入教会的时候 就说 你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见到一个穷人 穿着一些骚髒的衣服 一进来 你就说 你契在那里 或者坐在我的脚椅下面 不是脚椅那里 而是脚椅下面 就是坐在地上 看不看到那个分别 就是按外貌待人的分别 就是我们按着 本来应该是大家一样的 但是 因为我们按着那个人的外貌 以至会影响了我们对那个人的待遇 或者给那个人有一些特别的服务 有些特别的看待 然后平时就是不会这样做的 比如排队 排队 排队 买东西 买东西 正常来说应该如何 排队 哪个导师就是哪个 那如果按外貌待人 可能就是 咦 见到那个好像 光鲜一点 或者见到那个女孩好像漂亮一点 不用了 你打仗 来 你现在立刻爬上来 那对不对 不对 不对 尤其是你如果是在排在后面那些 在基督徒的立场里面 这个是不公平 在神的立场里面 神不是教我们这样按着外貌 这样待人 为什么雅各当时会提出一件这样的事 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但记得耶稣基督都教过人如何坐位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就是一个习惯 他们进到会堂的时候 就是哪些人最有地位 哪些人最重要 最有地位的人 最被人尊重的人 那些人就坐得最近 那个卷 那个圣经 即是圣经话语的那个古卷 就坐得最近 所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 是有位置分的 而在基督徒那时候的教会里面 这个习惯 因为他们很多是犹太人 都开始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譬如他觉得有个人走进来 可能是更重要的 位置是职劫是好些等等 他就将他坐在一个好像好些 前位 坐在前位里面 今天我们没有 你走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私事员叫你带你坐哪个位 你自己选的 还有我们今天的位置有些分别 你发觉 这几行位 通常都是最少人坐的 现在人家说Baptist 就选一些Back seat 通常是Baptist 就是坐厚些 所以今天可能那个习惯不同 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那时候那些人 要这么差 坐前位呢 但其实那时候的情况 所以这里的姐妹很好 坐在前面那些 我自己的盼望 就是希望有一天 这里就坐满了人 当然后面也坐满了人 就对了 在这里 我们看回的时候 为什么亚国要提醒人 因为当时的人 已经受这种文化背景所影响 就是重要的人 他可能是职位 可能是权位 可能是权位 可能是有没有钱 有没有学问等等 他们就可以坐高位 不是的话 他们就坐其他地方 这些就是按外貌待人 在神的角里面 就不是这样 我记得我有一次回香港 我对上一次回香港 就去买面包 去买面包 我就发觉 那个买面包的人 其实那里有个夹 即是夹面包那些 他见到那些小孩子 阿婆来 买面包 他就直接用一只手 拿给他 我站在那里 我就跟我亲人 说 为什么他有个夹不用 但我说得很小声 他听不到 为什么有个夹不用 就是用一只手 这样拿给人 排到我了 我去买的时候 问他要几个蛋撻 几个包 他居然拿一只夹来夹给我 可能他听到我 看到我说什么 他想到我 猜到我说什么 但也可能是 因为见到小孩子 阿婆 觉得这些人 没什么所谓 我手脏 拿给他也不要紧 他手比我更脏 但是 见到我走过去 可能整齐一点 就发觉 可能用手这样拿给人 不太好 那就不要这样做了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 会遇到的东西 我们究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有没有这样对人 我们自己 有没有这样对人 有时候可能都会的 你审查一下自己 可能不会说 进来教会 坐高位 你不会这样 但是你可能会 如果那个人对你有礼貌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对他有礼貌 如果那个人对你有礼貌 你可能会 这些人 没有什么文化背景 我不用跟他那么紧张 可能你做得斯文一点 你没有做出面 不过你可能的心态里面 是这样想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自己对付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做基督徒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社会就是这样对人 社会就是什么 那些叫做什么 先敬罗衣后敬人 你穿得干纤一点 你讲话大声一点 在社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不应该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 做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他说 我的弟兄姊妹妹 你们信奉了我们的荣耀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reactive 多过proactive 意思是什么 人家怎么对你 譬如那个人是整齐一点 我穿得整齐一点 那个人对你有礼貌一点 你又对他有礼貌一点 是不是reactive 你按着人家对你 你去反应 但是做基督徒 我们应该是proactive 应该是主动性 而不只是反应式 就是应该 如果我对人有礼貌 以成代人是神教到我们应该有的行为 我就应该这样做 无论那个人是有礼貌也好 没有礼貌也好 那是他的问题 我自己有没有礼貌 就是我在神面前的问题 是不是 我就应该很好地 有礼貌地对他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integrity 是我们的表里一致的原则 我们应该做 就不应该是因为按着人的外貌 或者人的客观 比如文化背景 知识背景 有没有钱 有没有地位等等 而我们当那个人是野 然后去作出反应 你没有试过当人是野 你没有 你当人不是野 你当人是野也好 你当人不是野也好 都不对 都是当人是野 或者不是野 因为人就是人 人就是神所创造的 和其他那些野是不同的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去学习这一点 另外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当人是野 或者不应该以貌代人 在这里其实讲几个原因 我解释得很清楚给我们听 第一件事就是 众父亲贫 其实是一种轻视基督的态度 是我们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众父亲贫 或者是重视某些人 轻视某些人 是一种轻视基督的态度 因为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其实教过 刚才不是说教过我们怎么坐位 看到一帮人去研直的时候 就教那些人做什么 教你自己一坐 就自己找个上位坐下 好吗 就不要这样做 只应该怎样呢 你自己就先坐低微的位置 坐在低微的位置上 别人觉得你重要了 自然叫你上座 那你就好了 然后不要叫你自己上座 别人说 有个人比你高 麻烦你坐下 那就真是无谓了 所以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的东西 都很实际 很配合当时的文化背景 但其实主耶稣基督不是教我们 不要上座 主耶稣基督在那一段里面 是教我们不要 不叫我们不要自己去表彰我们自己 觉得我们自己很重要 这样去对待我们自己 不要自夸 叫我们自己要谦卑 而子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什么 耶稣基督他自己做的时候 如果他去表现的时候 他像有钱人还是穷人多 他像有钱人还是穷人 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 第25章35节里面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我喝了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女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再在监女你们看我 那二人就回答了 主啊 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又给你吃 喝了又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女又留你住 赤身露体又给你穿 什么时候见你病了又来看你 坐在监女又来看你 那耶稣基督说什么 耶稣基督王就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这弟兄中最少的身上 就作在我身上 就作在我身上 看到圣经里面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对在弟兄中里面最少 就是最卑微 或者你觉得他最卑微的人 你作在那些人身上 最有需要的人身上的时候 就是作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 所以如果我们偏代人 我们对某些 譬如有钱的有地位的好些 对那些没有钱没有地位的不好 可能我们根本就是在过程里面 是轻看了或者没有对到 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好 在我们崇拜的过程里面 我们崇拜的时候 我们今天奉谁的名聚集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 圣经说两个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 他都在我们当中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坐在那里 我们有几十人坐在那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 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坐在我们当中 他在我们当中 但我问大家 你怎样见到主耶稣基督 你是见到一个很有钱 很有趣的 或者不是很有趣的 我说是很顺意 很有趣的那类 得心应手的那类有趣的人 是耶稣基督这样见到他呢 还是你见到一个穷人的时候 或者见到一个卑微的人 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那个人的身上呢 圣经怎样说呢 有一次 有一次 姓法兰西斯 姓法兰西斯 他在走路的时候 在下午太阳很猛烈 在路上走什么人都没有 但迎面来走过 然后呢 就见到一个马蜂病人 那你见到一个马蜂病人 第一个感觉是怎样 我问你 你今天见到马蜂病人 你会怎样 见到一个Ace的 你会怎样 你立刻可能 他走这边 我走那边 不要那么近 一会儿 呼吸的空气 可能都会闻了一些有问题 我告诉你 不要紧要的 呼吸的空气 不像这里有医生在的 是吧 不会传的 好了 但是当时 这个姓法兰西斯 第一个感觉就是 走过 就不想和这个人有什么瓜葛 走完两步 过了之后 心想一下 你是不是基督徒来的 为什么这么没有爱心 为什么可以这么没有爱心 这个人这么需要的人 为什么你一点爱心都不给他 所以他就 struggle完之后 他就去拥抱他 跟他问安 salome 就是平安 说完之后 拥抱之后 就走了 走了 走了两步 然后想一下 咦 为什么会有一个 麻风病人在 转过头 走了两步 转过头 已经怎么办 不见了人 所以他当时 很肯定 他很肯定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以一个麻风病人的姿态 就是在生命里面 有这个需要 让他见到耶稣基督 今天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愿意我们都去学习一件事 真的 当我们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可能 我们就是见到耶稣基督 我们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 我们去为他们做些什么 不是我们全身做了 我们就可以入天国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奖赏 而是当我们去传着神 他自己的爱心 这样去对待人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就可能接待了天使 甚至我们很多时候 就接待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做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另外就是 我们不要以貌待人 为什么呢? 我们很容易就是 就是 就是 论断了别人的 论断人的基础那里 是错的 你看看第四 第四节他那里说什么 他说 你们偏代人是用恶意 是论定人 你不是用恶意去论定人 你想想 有一个人走进来 你可能不太会他 第一 见到有钱的 或者见到他穿得光鲜些 哎呀坐上座 不好的 见到他骚脆的 哎呀 不管他有什么人 哎呀麻烦坐地下 或者站在那里 这种 是不是已经是一个论断了? 是不是一种偏见了? 已经是一种偏见了? 我们见人一眼的时候 我们的脑里面有时候 已经是process了 已经在想一下 这个人的文化背景是怎样 这个人是怎样 这个人对老婆是怎样 这个人对子女是怎样 这个人对子女是怎样 就是很多时候 一大堆资料 已经进入我们的脑里面 而那些东西未必是真的 是我们自己在假设 我们很多时候有什么假设 我们很多时候要假设 一个人顺利 或者有钱 一定是神祝福的 但其实未必一定是 当然有很多东西 都是神祝福 是神进去 但是神没有说过 神祝福那个人 或者保守那个人 那个人就一定 发大达的 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影响过? 没有这样的影响过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神是影响我们的时候 是影响我们给我们 有一个平安 当我们去依靠祂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做事的时候 我们会顺利 得到祂自己的保守 得到祂自己的同在 但是我们不应该 只是看一个人的外表 或者那个情况 而我们去作一个论断 因为一个人的价值 和一个人的尊严 是视乎那个人 和神的关系 而不是视乎那个人的职业 或者其他有没有财产等等 因为那些东西是会变的 譬如 最近的大飞新聞 大飞过生 他在八一年的时候 其实他在八一年结婚 在八一年的时候结婚 嫁进去皇室里面 就是淒贫富贵 突然间 全国的人民都觉得 真是好 王子与公主 结成夫妇 但是可惜只不过是 在童话故事里面 的公主和王子 结婚之后 才会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就是会永远 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一直到 就是当时他 钱啊 金钱啊 地位啊 权力啊 什么都有 但是92年 婚姻出现危机 接着分居 然后到96年 正式离婚 但是想都想不到 在97年 就是今年 就是 香烧肉运 安息主怀 想都想不到 很可惜 但是 大飞他一生可能 都做过很多 积极慈善的活动 报纸里面 就是最近星岛日报 登话 英伦万众哭大飞 在很多人 也都是 为了他 很哀悼 他的喪禮 但是 我们今天不在这里 讨论 他的一生 德塞 是什么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在他身上 看到一件事 看到一件事 就是 人 人生 其实是很无常的 有很多东西 我们今天有 金钱 地位 等等 那类物质上的东西 或者甚至是 知识财富 你想想知识会不会突然消失了 知识会不会突然消失了 你想想想 突然失忆就消失了 老人痴癌症 我将来都不知道我70岁的时候会怎么 我现在已经慢慢开始 开始没有什么记性 我常提醒自己 我们不知道哪个姐妹说 有些东西吃了可以记性好些 待会去问一下她 在这个生活里面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依靠那些东西 很容易就没有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那些东西 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因为 神不是用那些东西 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神是用 他自己 那个人和他的角度 那个人争不忠心 那个人对他的信心是什么 那个人忠不忠诚 来衡量一个人 他在神面前的价值 另外 我们要看到 神 是挑选贫穷人 第五节里面说 你看不到什么 神不是挑选贫穷人 神叫他们在信上负足 什么 为何贫穷人 神挑选贫穷人 神不挑选贫穷人 现在有地钱那些 不知你怎样衡量 有钱没钱 但是那些有地钱那些 你坐在那里想想 咦 神挑选贫穷人 不挑选我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神说挑选贫穷人 给他们在信上负足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那些贫穷人 因为他们没有借靠 是不是 什么都没有 所以特别看到 这个世上的无奈 看到世上人的限制 看到自己的需要 所以就特别容易 去信靠神多些 以及在信心上 愿意借靠神多些 有钱的人 正经都说有钱的人 信主难一点的 为什么呢 有钱的人 如果有天国 好像 骆驼进 什么 进针眼 你看看 骆驼进针眼 多难 为什么呢 因为有钱的人 很容易就是 就是 将自己的focus 将自己的集中注意力 放在 钱 物质 以及各种都很顺利 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 没有什么都搞定 要不靠神 很多时候就有这种心态 看不到 所以在信心上 可能会比较遲鈍 还有 有钱的人 因为 注意的东西要太多 你想想 一天上班18个小时 或者14个小时 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上班14个小时 一天 一天 在这里 你想想 一天上班14个小时 然后还要睡觉 睡8个小时 加上已经多少 22个了 那你还有那两个小时 还要做什么 吃饭 那你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根本就抽不到时间出来 去关注你的熟灵生命 所以有钱富足的人 有一个危险就是 在物质上很富足 但很容易 比如 餐餐吃鱼翅 那些不是很富足的 餐餐吃鱼翅 不健康的 是不是 但是 你餐餐吃什么都好 但是 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灵命上 就惨了 餐餐都没得吃 白开水喝 所以 灵命就很容易 很容易敷干 所以这一件事就是 神说 拣选贫穷人 在信心上 附足的意思 不等于 说 神不拣选 附足的人 因为 附足的人 为什么会容易 在信心上有问题 因为附足的人 通常 都比较 有prior 有骄傲些 而那种 自傲 或者那种 自意 很多时候就是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将人 在信仰上面 拦阻人 去接受救恩 那窮人有没有问题 你说 窮人也有问题 窮人的问题是什么 窮人得到救恩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很容易 窮人因为遇到的困难多 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压力 以至 就会 有bittenness 有些苦恨 就是 会埋怨 会觉得 哎呀神啊 人家那个多舒服 为什么我这样 就是 很容易会有这种 心态 但是问题就是 无论我们有多少 或者没有多少 都好 不要给这些东西 给我们有的 或者没有的 来到拦阻了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 是很重要 还有 还有 最后第八节 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要以貌待人呢 基本一个原因 是因为主教导 我们要爱人如己 其实 主耶稣基督说 《新约圣经》里面 最重要的介命是什么 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 你的神 然后 爱人如己 对不对 问题就是这样 其实第一条都已经够了 因为当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之后 你自然 你听神话 你跟着就会爱人如己 但是 主耶稣基督说得更清楚 叫我们爱人如己 我最近有个朋友 他就 就来放假了 暑假 放假期间 就带了 带了他太太 他的儿子 和他太太的妈妈 和儿妈姑姐 他太太的姐姐 太太的姐姐 那些女儿 很复杂 总之带了一班 就去珠海 由澳门入境 为什么呢 过了澳门之后 入境珠海的时候 就不能入境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儿子 原来的回乡症 过期 过了几个月 就不能入境 好了 我问你 如果你是他 你在那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就是他的儿子 其他那些没问题 儿子不能入境 你怎么做 现在在想 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结果他怎么做呢 他就叫 儿子不能入境 就没办法 儿子当然不能去 儿子不能去 他太太 那当然要有人带儿子走 那就叫他太太 带儿子去 儿子去 行不行 行 不过他太太 又不太懂 所以 结果他就叫他太太 带儿子回家 然后他自己 做导游 带儿子去旅行 其实他自己都去过 为什么他肯这么做呢 他太太后来写封信给我 晚婚感恩 就是他丈夫这么做 因为他丈夫这么做 是为了 因为他爱他太太 所以他就对他太太所爱的人 就是去服侍他们 去照顾他们 都关心他们 善 弟兄姊妹 我问问你 如果你是那个人 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你会不会因为你爱你身边的某一个人 所以你就因为爱他的缘故 你也爱他爱的人 你会不会 会不会呀 会 如果你真是爱那个人的话 你会 是不是 哪个人爱奶奶的 哪个人爱爱母的 你想想 为什么呢 除了我爱奶奶 不只是因为我丈夫 但是 但是 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的话 爱屋及乌 你爱神 你会不会爱神 爱的人呢 会不会呀 我会 所以你就应该爱 什么叫爱 爱的源头是来自神 你爱的时候 很实质 你就要对那个人好 要去服侍那个人 在他的生命里面 物质也好 情感也好 精神也好 熟灵也好 需要上面 去照顾那些人 这样的时候 神他自己也会得到 得到荣耀 也会得到帮助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 总而知 神就是教我们 要以承代人 不要以外貌去代人 不要以其他东西去取代 因为神看人 不是像人看人 神看人 是以一个人的心 去看那个人 我们也应该以这样 去对待其他人 对于我来说 说笑见证 我从来 不知道你弟兄姊妹奉献多少 我亦都知道 我不去知道 弟兄姊妹奉献多少 因为 那是弟兄姊妹 跟神自己的直接关系 我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的责任就是 尽我自己的能力 在教会里面 去照顾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或者比如 家庭环境没有那么好的弟兄姊妹 我需要不需要照顾 我需要照顾 家庭环境很好的弟兄姊妹 我需要不需要照顾 我一样需要照顾 我是需要照顾 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 那个成长 以及在生活里面 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帮的时候 我自己就尽力帮 所以无论是 有学问也好 没有学问也好 有钱也好 没有钱也好 有地位也好 没有地位也好 年轻的也好 年长的也好 总而言之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这就是我自己的责任 因为主托付我的缘故 因为你们都是神的羊的缘故 所以我要尽我自己的能力 去爱主和爱你们 但是 一个人 我很难服侍了这么多弟兄姊妹 同时间完全满足 所以在教会里面 神不单止给我们有牧师 也给我们有弟兄姊妹 给我们有童工 给我们可以互相一起 互相的配搭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 最好我们就是 我们做到全民皆兵 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将这个社区浸上会 当你们是属灵的家 当你觉得这个是你属灵的家 你自己是一个家的一份子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 我们就彼此的 彼此的照顾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服侍 因为我们都爱同一个的神 我们都爱同一个的主 我们自己是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帮助 盼望我们大家一起 遵守主祂自己的吩咐 彼此切实的相爱 以誠相待 求主祂亲自塑造我们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room